現在時間是凌晨的1點 快要20了 我現在要去洗衣服 正確來說是把衣服拿到洗衣機裡面 讓洗衣機洗 這一欄是我們家的衣服 小孩已經在睡覺了 他10點就上床了 老婆要準備去抓牙也要睡覺了 我老實跟各位講 平常都是我老婆拿去的 那今天要換我來試試看 我看一下喔 我應該要用兩隻手 所以等我一下 我先去拿一個腳架 慢慢我來 請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現在外面超冷的 因為外面 穿一下外套嗎 我先把這個 接一個腳架等我一下 我記錄一下 其實 我接好腳架再講好了 螺絲把它鎖上去 我屁個外套 這幾天外面非常的冷 好像又有寒流吧 現在外面可能只有 十五十六度 好 好 你好外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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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邊 去開一下落地窗 其實我不太會用洗衣機 我連洗衣機都不太會用 洗衣機當初還是我買的 其實洗衣機很簡單 丟進去 按一下 好黑喔 好冷好冷 先把 我覺得我要開一下燈,太黑了 廁所廚房外面,陽太陽燈在哪裡啊,我忘了 在這裡 媽媽,你再提示我一下按什麼按鈕,我又忘了 我先丟進去,你再告訴我好了 因為我太少操作了 太少操作了 其實真的不難,這個都全自動了 太少操作了 這是我們家的機器,好像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買的是TINKO,東元的 媽媽,我來擺進去 我沒有穿外套,不要過來 我沒有穿外套,好嫩 我把它放進去 我沒有穿外套,這邊擺好了 現在超級冷冷 所以日本人把洗衣機放在家裡是正常的 真的齁 這樣不是有一個狀態的處理嗎 對啊,而且日本人不是都說會把洗衣機倒產是家人 家人就要住在房子裡 每個地方的那個風土明前不一樣 好,擺好了 然後,蓋子蓋起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剛剛說我們洗衣機是東人的 我們當初會買這一台,我記得它是跟一個牌子叫什麼牌子 會和譜,就是洗衣機的大廠牌 是一模一樣的,我們那時候查它是一模一樣 然後,對,只差在貼的牌子不同 然後它的功能啊,容量啊,然後各種的 包括這個上面投洗衣機的地方,全部都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懷疑就是它的工廠是一樣 然後網路上也有很多謠傳 所以其實就是一樣的 但唯一的不同點就是 價格,價格差了 我記得便宜一萬多塊吧 然後加上東元又是國產的 然後惠和譜是美國的大廠牌 想說又省錢又能支持國產 後來我們就決定買它 其實很新,才賣兩年多 其實不是為了省錢 而且它還很新,其實兩年多了 不過因為它放在室外,所以這個面板感覺 有點髒,會成很厚啦 大少數的時候再來把它拆一下 就會很漂亮 好,我來先回憶一下 我忘記的時候你在跟我說 第一步驟就是按電源啟動 然後哇,這個面板大家有沒有看到 很高科技的感覺 加上這個配色是有點鋼鐵人的盔甲 所以也是當初我們選它的原因之一 它覺得它的外型其實蠻好看的 惠和譜的顏色好像不是這種 惠和譜是純白的 好,速度快一點 然後選標準對不對 標準,轉盤轉到標準 它有很多功能啦 等天氣暖和一點 或許我再找時間跟大家分享 然後水溫,冷水就好了嗎 冷水,然後洗清不用改對不對 脫水轉速要改嗎 不用,再按那個 烘衣,按一下 按一下標準嗎 1200標準,然後就按一下啟動就好了嗎 好,我已經在發抖了 就這樣 然後它就開始出來 睡覺明天起來八九點 就洗乾淨了 它應該等一下會有一個預估時間吧 這邊應該會顯示預估時間要多久才會好 它不會顯示嗎 我老婆在這裡 你在那邊說話其實我聽不到 你說什麼 洗衣了之後還不會吧 因為你功能太多了 喔 還有跟衣服的量的多寡也有關係對不對 因為你整套洗下來不知道多久 對,我覺得跟衣服的量也好 那個好像頂多只能到4個小時25分 超過就是 它的顯示 喔 好 我看一下現在幾點 1點25分 好 這個是我老婆明天上班要用的包包 要幫她換個位置嗎 不用,就把孩子就好了 我忘記問你了 芭芭芭 你早上幾點要起床 你今天還是要這麼早嗎 今天 其實可以不用 但是我想早一點去把教室弄得到 今天你要跟我們吃早餐嗎 問題是 坐車嗎 坐車吧 我幫你咖啡 好遠 因為我想 趕快把教室弄一弄 然後趁家裡還在說 就是可以弄一弄一弄 所以你要不吃 不跟我們吃早餐了嗎 你就先走了 反正我起床之後再叫你嘛 等一下 我還要脫外套 所以你先躺好 我幫你開暖氣 開一下暖氣 我外套還沒脫 等一下 沒關係啦 我幫你拿襪子 襪子喔 你要什麼襪子 你的襪子在哪一個啊 第二 第二個 不要開錯了 開錯了 隨便一雙就好嗎 沒有那麼多的 隨便一雙 這個是 小行星圖案的 嗯 太冷了 女生的手腳比較容易冰冷 我幫你開暖氣啦 要啦 我們家的暖氣其實非常的便宜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我們是用國際排的 然後變頻的 它這邊雖然是寫 遙控器是寫冷氣機 可是它是冷暖的 在上面 然後 我們 夏天的時候 我記得我跟大家分享過 夏天的時候 我們開 幾乎是 人在家就開 二四小時幾乎沒有間斷 除非我們有出門 幾乎這樣子的開法 幾乎這樣子的開法 在客廳就開客廳 回房間睡覺就開房間了 這樣子的開法 整個夏天電費 我記得最多也才一千塊 挺多的一千一一千二 兩個月喔 所以 一個月大概六百多塊 我們家也小 對我們家也小啦 然後暖氣更便宜 如果是暖氣的話 我記得 去年 因為今年還沒有來嘛 去年的開法 也是幾乎都是人在家就開 那 兩個月一次的帳單好像才 五百多塊 四五百塊而已吧 所以非常便宜 因為一個月才兩三百 上個月是三百塊 對上個月是三百塊 所以兩個月三百塊喔 所以一個月才一百多塊 所以 暖氣 相對來說是比冷氣 省電省非常多的 因為 暖氣就是利用它 它機器運轉本身就有熱能嘛 然後熱能就 把那個肺熱收集起來 再排到屋子裡面嘛 所以暖氣就盡量吹沒關係啦 我來打開 啟動 現在室內溫度只有二十二度 我把它 二十二度 把它啟動 你會比較好睡啦 都裝了 這一台 我忘記多少錢了 我忘記多少錢了 很累就好睡對不對 我幫你定時 現在一點半 訂到六點半 訂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後 自動關 然後屋子裡面 應該還會再暖個 二三十分鐘 那才會慢慢散掉 那才會慢慢散掉 你的錶 你是裝你的小米手環嗎 嗯 在外面的桌上嗎 我去幫你拿 等一下 等一下 然後 小愛同學 在 關閉所有插座 沒問題 關咯 小米手換來了 這個很重要 因為 這是鬧鐘的一部分 是這個會先響 還是你的手機鬧鐘會先響 我想應該是你會先來叫 不是 都會響啊 但是它會關掉 你會把它關掉才會輪到我啊 嗯 我都會反思心去關掉它 不管有沒有響 一震動就馬它立刻關 對啊 吵死 是不是 鬧鐘就是要吵啊 鬧鐘很安靜 就表示這個鬧鐘有個問題啊 好啦 老婆回來啊 你快睡吧 我突然覺得以前在基隆早上起來 去台北上班 我怎麼會這麼有利益的耶 真的 在基隆要更早起對不對 你在這邊至少都是 可以快起一點再起來 這個就代表我 兔子代表我陪你 啊 這個好了 好準在這邊 因為 在這邊 這個代替老公 不用代替 我快要回來了 我快要回歸了 I will be back I will be back 就是我還在跟 還在睡我兒子的上鋪 輪流啦 平常日是我去睡 普通的上鋪 那家日是我老婆 所以今天是我過去 快要了 大概大班下學期 我們就會 慢慢都要撤離了 感覺是最後一天很久 就 我也很想趕快回來 好不好 我覺得18歲之後 也再回來 不要這樣啦 不要這樣啦 我先 先這樣我先脫個外套 先跟大家晚安好了 那晚安 拜拜 祝你有個好夢 關燈 然後 好啦 我就拍到這邊 脫個外套我也要去睡了 大家晚安 祝大家有個美夢 拜拜